大家好 全世界使用中文的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2021年的4月8号 周四早晨的9点13分啊 历史上的今天来到了4月8日 1973年的这一天 艺术大师毕加索去世 1946年 73年的4月8号啊 今天是毕加索啊 这个大师啊 去世的日子啊 这个毕加索啊 西班牙南部的 应该是安大卢西亚地区的啊 那个但是他后来很多年 就在我们巴塞罗那生活 这个像毕加索呀 高迪呀 达利呀 有很多艺术大师啊 艺术上有造诣的 这些杰出的人物 他们常去的一个酒吧 叫四只猫啊 朋友们啊 如果来巴塞罗那旅游来这玩 可以去那个四只猫 在那喝一杯咖啡啊 或者再吃点别的东西 那个地方我去过啊 在里边我也是到那打卡去了 这个在一个小巷子里 然后门口啊 画着四只猫 里边的装潢啊 什么的还不错 还不错 然后当然也谈不上什么饭菜 它就是个咖啡厅 酒吧啊 这个稍稍比周围的酒吧 稍稍贵那么一点 贵个百分之三四十啊 但是也还行 可以接受啊 这个毕加索后来到法国巴黎去了啊 这个 呃 在法国也待了很长时间 因为欧美哈 尤其是欧洲搞艺术的人 基本上 最终要想在国际上 或者全球 享有知名度影响力 还得去巴黎 是吧 我们这城市太小 水太浅 水池也不大 是吧 这就叫所谓的四八烈士 四八烈士 那飞机啊 本来要从重庆吧 飞回延安 结果因为天气不好吧 迷航了 就在山西兴县啊 就是高兴的兴 兴起的兴 兴县 有座山叫黑茶山 黑色的黑 我们喝的这个茶水的茶 在那儿就撞山坠毁了 飞机是美国飞机 美军的军用飞机啊 邓发也是搞情报的 夜艇啊 因为晚南事变被关押了好几年啊 他们这些人全死了 连他们有些人的子女啊 台湾导演的重要棋手 侯孝贤导演出生 侯孝贤啊 47年4月8号出生 我要没记错的话 侯孝贤 侯孝贤 对不起 侯孝贤是广东人 广东潮安还是哪的 潮州 潮汕人好像是 第一个节点 48 烈士遇难纪念日 1946年4月8日 失事的飞机上 由我党我军的几位重要领导人 叶挺将军 我党红色特工领导人 邓发 曾经担任过我党最高领导人的 博古 以及我党重要的领导人 当时国共谈判重要代表之一 王若飞 有关飞机失事有很多说法 那一天因为国共和谈 已经在国民党监狱里 关了好多年的 我党我军的重要领导人 叶挺 终于重获自由 和几位出席 国共谈判的代表 一起乘飞机从重庆返回延安 但飞机失事 机上人员全部于南 到今天也没有彻底查清楚 到底是国民党反动派做了手脚 还是真的 是天机英才 叶挺将军的事是 这都是高晓松的话 高晓松怎么这么左呢 听着 还国民党反动派 我都不知道谁是反动派 什么叫反动派 贪污腐败 出卖国家利益 是吧 不顾老百姓死活 是吧 到处花钱买邦交 难道这叫反动派吗 不知道 这高晓松 不大正常吧 我党的重大损失 叶挺将军 是我军最重要的制造者之一 最早叶挺和薛岳 魏力皇等人 是孙中山先生 身边几位重要的指挥 卫队的营长 后来做了越军最重要的 张发奎第四独立团的团长 北伐中 叶挺独立团 是我党指挥的唯一一支正规军 当时叶挺独立团 集中了黄埔军校 以及越军中 最能争善战的共产党员 作为北伐先锋 一路经历了贺胜桥 丁寺水桥等北伐战役 最后 什么叫丁寺水桥 就叫丁寺桥 那个福建有个县叫长厅 三点水一个丁 黑龙江 黑龙江牡丹江有个地名 也叫长厅 我还怀疑 我曾经想去探讨一下 了解一下 这个黑龙江的牡丹江的 这个长厅 可能就是个镇 和福建这个长厅县 是否有一些联系 还有一个广东人 一个广东人叫赵厅阳 三点水这个厅 一个丁 太阳的阳 赵厅阳 也是我在旺京的 我们小区的邻居 社科院的一个学者 写书写的不错 但是那会儿 业主维权的时候 挺怂的 不敢往上冲 到了武苍城下 可谓 学洒北伐路 一路打出了共产党员的威风 也正是因为 叶挺 独立团的英勇表现 国民革命军 第四军 在北伐中 成了绝对主力 赢得了铁军的美誉 南苍起义时 叶挺作为师长 遂领一个师 以及周世帝将军的一个师 蔡挺凯的一个师 还有贺龙的一个军 组成了起义的主力部队 这也是我党当时能够争取到 在国民党军中的最大一支 起义部队 当时叶挺率领的这个师 是绝对主力 贺龙那个军的战斗力 跟叶挺这个师都不能相比 而且叶挺对我打非常忠诚 当时不叫南昌起义 当时对外说叫兵变 对吧 也是裹挟了很多士兵 很多士兵并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吧 当起义失败后 他流落到香港 然后又回到广州 担任广州起义的总指挥 广州起义失败之后 叶挺同志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我党认为南昌起义 广州起义的失败 他负了很大的责任 在当时那种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 我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左的右的 错误思潮也是难免的 毕竟党还是一个刚刚成立 年仅六岁的党 其实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时代 主要还是党的政策有失误 一开始我党受苏共影响 觉得中心城市更重要 因为苏联的革命 就是军人起义 先从中心开始 最后取得了革命胜利 但是中国的国情和苏联完全不一样 后来才调整了战术 到井冈山去 农村包围城市 叶挺因起义失败而背了黑锅 然后被党批评 处分 叶挺是旧军人出身 非常有荣誉感 后来就脱离了党组织 再加上他夫人家里很有钱 就到国外漂泊了一些年 但是叶挺实 什么叫漂泊了一些年呀 人家到国外享福去了 对不对 真的是 这高晓松满嘴胡说八道 再加上 颜毛 1 2 米